我有一個大學很好的朋友 然後那個女生 是他在服飾店上班 然後他的男朋友 是在餐廳打工的 大學的時候他就一直禁止 男生就一直禁止女... 都是我們的好朋友 男生一直禁止女生 跟異性朋友靠近 甚至連班上的男生同學 他都要跟他們保持距離 就那女生一直很乖 然後就在他旁邊 就是一直都很不錯 可是這個男生 就像花蝴蝶一樣 就是女生異性朋友很多 然後常常在學校校園裡面 走一走就說 好久沒看到你今天在幹嘛什麼 沒有,我打工而已啦 然後他就會使個眼色說 我女朋友 然後女生說好 那不打擾,你們先走 就常常會有女生來找他 他女朋友也很放心 想說他這麼愛我 他管我 他不准我跟異性朋友接觸 是因為他擔心我 怕我被人家騙或怎麼樣的 好,他就覺得他很接受 結果後來有一次 他在上班的時候 他的朋友跟他講說 誒,我剛剛在前面看到你男朋友 他在室里面是打工嗎 賣衣服 然後他就說不可能 我男朋友已經回家睡覺了 他今天早班 所以他已經回家睡覺了 是嗎 可是我真的覺得還滿像的 然後那女生就有一點傻眼 想說不可能吧 他已經跟我講 他已經回家睡覺了啊 結果呢,後來他就說 那當我沒說好了 結果呢,隔幾天之後 又有另外一個朋友 又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男生在 他工作的那個士林夜市 把不同的妹 然後呢,被他的朋友看到 因為他... 這一條街也有很多他的朋友嘛 也是賣衣服的 結果後來他真的就在同一條街 抓姦 就抓了他的男朋友 載別的女生 然後那女生手就是抱著他 然後兩個人 就是很甜蜜的走在一起 手腕的手走在一起 然後我同學立刻就 整個是舞雷轟頂 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樣 他立刻衝上前去跟他們理論 那男的立刻就說 對不起,你打我好了 你打吧 我就是這樣的人,怎麼樣 然後女生就... 我女生就很難過,要報仇 因為他覺得說 我這幾年 他跟他在一起也不短的時間 好幾年大學時間都在一起 結果你竟然是這樣對我 我為了你 都跟旁邊的就是異性朋友 已經保持很多距離了 結果你竟然是這樣對我 我個人是覺得啦 千萬不要讓自己的女朋友 跟異性單獨出去吃飯 是 對,我就有遇到過 就是他跟我說 完全都不行 那為什麼你可以自己 單獨跟女生出去吃飯 沒有,你先聽我講 因為我遇到過的事情 就是說 他跟我說 他是一個 以前在美國大家一起常常 相處的一個好朋友 那我今天要去跟他吃飯 我就說 這樣子哦 好,那你去 我一開始就表現大方嘛 因為可能就說 大家剛交往 就在這方面就... 要表現一下 對,他就大方一點 結果就讓他去 去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吃飯的時候 就會傳一些簡訊過來 結果他就傳了一張照片 就是在日本餐... 然後是很高級的 看得出來就是那種 約會用的 預約制的 對 然後就是裡面很少客人的那種 然後就有一個Chef在你前面 然後是那個裝潢是很漂亮的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這個真的是好朋友嗎 那為什麼要去吃 這麼貴重的日本餐廳 他說 沒有啊 就是很好朋友就這樣子啊 我說 那最後是誰付錢 他說他請我啊 我說為什麼要讓他請你呢 如果說你跟他今天真的是 好朋友的話 那就Go Dutch嘛 對 各付各嘛 對 對不對 你問... 如果男生是非常有錢的呢 沒有,我覺得不管 原則是不管 有沒有 這原則問題啊 不是有錢的問題啊 九州大男人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大男... 你講對啦 這就是大男人的主義啊 為什麼不行 問題是那個女神 沒有介紹那個男生給他 他也不認識那個男生 你也不認識 不是,那問題 他有跟他誠實講說 我要跟這男生出去吃飯 你自己不認識啊 他又不是騙你說 沒有,他沒有叫我跟哦 他沒有叫我跟 你自己可以說我也要去啊 我是那種人嗎 我要大方的 我表現得很大方啊 你現在大方還在在乎誰擺單 你就是大方啊 你就是假裝大方 不要跟賈斯汀講到錢 好,他在跟我講話嗎 他在跟我講話嗎 其實好,後面有發生什麼事 讓你覺得不要單獨 讓女朋友跟男生出去 因為後來他才有 才有跟我講說 因為以前那個男生 是有追過他的 所以後來因為他 等於好像拒絕他了 大家就才變成就是繼續做朋友 那我的感覺是說 等於這個男的對你還是念念不忘嘛 找到機會就還是說 想要找你來單獨吃個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那以後 我就覺得說 你只要說你要跟 異性有人吃飯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不能採性 我跟你講 你聽我講一句話 我覺得男生買單這件事情是 我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他可能是禮貌 是可能是 你知道有些男生可能出去 他就是不會讓女生買單嘛 所以我覺得你想太多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他們有追過他們自己的紅粉知己 所以他們會害怕這個事情發生 又是他們想的跟男生想的是一樣的 對啊 因為今天我們來投個票好了 你有沒有追過你的紅粉知己 或者發生過不該發生的事 有的情取缺沒有的情取差 因為我會分朋友跟潛在女友 或是特別的朋友 那如果我沒有追到代表 我之前喜歡過他 但是後來不喜歡的就不可能有男朋友 德國人比較有原則 沒有所規矩的 這有點怪怪的 所以日本人就隨便了一嘴嗎 你看全部只有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 不是日本人隨便是我隨便好嗎 對 而且只有他是講實話的 是啊 本來就是啊 因為我承認啦 因為這個有時候是不小心的啊 不小心什麼 不小心 這更動 大拇指會不小心 他很容易出意外 如果他比的時候 之前追過後來就是變成 好朋友有沒有 好朋友 但是就是他比的時候 好朋友兩三年了 然後就是剛好那個時候就是說 如果有時候兩個人出去 或是他跟男朋友吵架 然後就是說 我也就是沒有想那麼多啊 就是他只是一個我的好朋友 但是就是對待 如果因為之前追過 當然一點點有感覺 然後就突然那一天他 這個情況 然後就喝醉了 然後我醉了 對啊 你就趁虛而入了是不是 好 有什麼不對嗎 對沒有 如果一個女生 我知道他跟那個男生發生過關係 我當然不准他跟那個男生出去玩 很正常 我也不會這樣子啊 之前就是也被傷害過啊 有一次喔 就是我覺得很不公平 我知道你是容易受傷的在嗎 對 很容易受傷 我是破離他嗎 拇指容易扯到 對 拇指 喂 沒有沒有 我覺得 夢多 人家說練太多 可能會不行 是有這個的錯 你們可以不要一直轉 讓大母哥講完好不好 好 太沒講了 有一次就是一個女生 她很愛 吃醋 就是 對 我要去哪裡都會就是說 怎樣怎樣 然後 那時候我在日本 然後就是我那時候還在黨國手 所以就是很多分屍 然後就是他在旁邊的時候 有些分屍跟我合照 那我說好啊 就是要禮貌的 這樣子 有時候是這樣子 不是沒有洛藥 是這樣子的 搭檢 對 禮貌性的 對 他就很生氣啊 他是 包括分屍也是我的工作啊 就是對待亞美禮貌 就是全面那次合照 然後後來呢 他 我說好那改了 因為就是說 因為我還蠻愛他的 所以就改了 但是後來他 每次他遇到潘瑤 拿上潘瑤 哇好久不見 跑得很緊 然後 對我看到說 欸 那 因為我其實本來不想生氣了 他是想說 欸 你為什麼我不行 為什麼你可以 他說 欸 你的是分屍 我的是潘瑤 蛤 什麼東西 但是呢 問題 好 我了解了 好 OK OK 那了解 OK 那就是你說潘瑤就OK嘛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發現就是 我看過很多就是 我兩三次把我的痕跡 都是跟他們曖昧 曖昧 對 對 都是跟他們曖昧 所以就是那時候覺得 哇 怎麼那麼不公平 所以就是那個女的 她已經有鬼了 所以她看到你做一點點 這種小動作 她就要怪你 對 你有鬼 對不對 不安 心不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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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要問一個 問題是你有沒有過 她認乾妹妹可以 但你認乾哥哥不行的 有 乾妹妹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她可以在外面 認了好幾個乾妹妹 就說 這些小妹妹就是 人生地不熟的對不對 失學少女 是 對 然後就是 又失學了 對不對 就是覺得說 這些小妹妹 她第一次自己一個人 來台北打拼對不對 那我們也就是 唯一她的一個 也沒有家人嘛 所以這乾妹妹有什麼關係 就不過是一個乾妹妹而已嘛 好啦 哪一天 我跟妳講 那個小楊哥 我今天認小楊哥做乾哥哥 為什麼要認他做乾哥哥 沒有 自己才接下去 你不是舉例嗎 你怎麼把個人情緒也放進去 然後我就會自己想發生說 我不對 我不跟他 對啊 你幹嘛跟小楊哥 而且他擔心什麼 這個沒有殺傷力的 對 沒有啦 就是女生在認乾哥哥的時候 男生就會覺得 你的乾哥哥一定對你有什麼 另外的想法 要不然有什麼 乾哥哥有什麼好認的 你們覺得呢 為什麼又雙重標準 沒有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 你剛剛講的那些失學少女 都是獨自北上工作 沒有男朋友 獨自住在家裡 所以他真的需要我們這些 有經濟能力的男人來照顧 你到底有期待乾妹妹妹 你還要嗎 你們已經由我照顧了 你還要再拿一杯份 獎助學金嗎 那你就保養他啊你 獎助學金 他自己不會這麼做 奇怪,我懂耶